那遇到张家大使 他不跟你讲话了 他瞪着眼睛看你 你几时能把那个浮躁的 这个心态 扶住 他才会跟你讲 从这一点 我们能够体会到 古人的教学 所以古时候小孩 从小就培养他稳重 一举一动 都像个小大人一样 他能接受 像西方这些小孩子 那没法接受 接受一些科学技术可以 那接受像中国这种 这种的学问的话 他没有能力 佛法里面讲 整个宇宙是一个有机体 他不是死的 他是活的 怎么样证明呢 用禅定的方法证明 他不像科学 科学用些机械 机械有的时候还有错误 误差 这个禅定没有误差 从圣神禅定里面 一层一层 把这个障碍突破 你就见到了 世俗人 还有一种方法 那是很有限 只能证明 这个事情有可能 这个事情不是假的 那就西方 这半个世纪以来 很流行的催眠书 你在深度催眠的时候 你能回到过去时 甚至于回到过去好几时 我看美国卫斯波斯 他那个报告里面 曾经有一个受催眠的时候 回去好像是几十时 不知几十时 差不多是七八十时的样子 四千多年以前 那个时候的环境 还住在洞穴里头 人还不知道住房子 住在洞穴里头 他能把那个时候 生活状况说出来 这绝对不是造谣言的 所以从催眠能够证实 禅定真实 人真的能回到过去 也真的能见到未来 为什么呢 时空是假的 大乘佛法里面告诉我们 没有时间 没有时间就没有前后 没有空间就没有距离 西方极乐世界 距离我们十万亿佛过度 如果空间一突破的时候 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就是 时空不是真的 科学家已经承认了 但是用什么方法突破 他不知道 空间维持从哪里来的 我们都知道 这佛经上讲的很意思 从哪里来 从妄想执着上来的 你没有妄想执着 这个空间维持就没有了 那么这个都必须要修定 要修清净心 要修平等心 清净能够突破六道 平等能够突破十八截 决心 能够突破整个宇宙 这三个层次 要做功夫啊 功夫怎么做 放下了 你不放下不行啊 真的要放得下了 所以我很感谢 我的老师 我第一次跟出家人见面 也张家大师 我向他请教 方老师把佛法介绍给我 我知道这是真的大学问 有什么方法能起入境界 我提出这么一个问题 问题提出来 他老人家不回答我 他看着我 我也看着他 我们就在他那个小会客室里头 看到半个钟点 半个钟点的时候 我在等啊 等到他说了一个字 有 有我们的精神就起来了 注意听了 他又不说了 这又等了六七分钟 他在讲 看得破放得下 我到十几年之后 才想到 那个时候 他为什么看到我 半个小时不说话 我年轻的 心浮气躁 一定要你 整个情绪定下来 啊 忘念没有了 这个时候告诉你 有受用 你才真听进去 那说了个有 我们身神也整座又动了 这又不行了 还是要沉下来 所以我现在看到许多学校 印象最深的 我在伦敦 你看 访问剑桥 伦敦大学 我看些学生 算是不错的了 比起一般学校还好 可是还是跟我年轻时候差不多 那遇到张家大使 他不跟你讲话了 他瞪着眼睛看你 你几时能把那个浮躁的 这个心态啊 扶住了 他才会跟你讲 从这一点 我们能够体会到 古人的教学 所以古时候小孩 从小就培养他稳重 一举一动 都像个小大人一样 他能接受 像西方这些小孩子 那没法接受 接受一些科学技术可以 那接受像中国这种 这种的学问的话 他们也没有能力 所以学东西 要清净心 清净心 平等心 真正学古神仙仙的技术 没有这个技术 我们这听到一些皮毛常识 没有办法歧入境界 底下一段呢 还是原教经上说的 幻灭灭 幻灭灭故 非幻不灭 这个幻 幻是假的 不是真的 你不能说他没有像 我们现在所有这些现象都现前 你怎么可以说没有像 虽然现象现前 你不能说他有 为什么不能不能说他有呢 像是幻象 真的 就像幻灯片 现在像的像 我们看电影 我们看电影 现在电影是速码的 不再容易看见了 从前这个电影是胶卷的 我这里还有一些胶卷 这个是电影片 这幻灯呢 这电影片呢 你看 他每一张幻灯片 是一个 一个境界像 是一个幻象 放映机镜头打开 这一张这个幻灯片 就照在这个荧幕上了 镜头关起来 再幻第二张 再换第二张 第一张没有了 换第二张 二张再换第三张 他换的速度快 一秒钟啊 换二十四张 就把我们欺骗了 我们在看电影上 就好像被他迷住了 好像是真的了 其实 他的速度 是二十四分之一秒 那我们现前 我们这个宇宙现象啊 就跟荧幕上现象一样 速度多快呢 佛问弥勒菩萨 其实 他们两个一问一答 是给我们听的 他们在唱双谎 来让我们听到去觉悟 佛问他 问弥勒菩萨说 他是心有所念 这就是一般人 像我们心里头起个念头 起个念头 这一个念头里头啊 有几个系念 有几个念 那就是极其微细的念头 好像我们在一秒钟当中 看看这个 荧幕上的画面 电影画面 看一秒钟 二十四个念头 开灭二十四个念头 一念的 我们算一秒钟吧 那弥勒菩萨讲的的时候 他是一弹指 一弹指不到一秒钟 我们弹得快的话 一秒钟啊 我可以弹四次 弹得更快 他可能弹五次 他说一弹指 有三十二亿百千年 百千是十万 三十二亿乘十万 那这一弹指 多少念头了 三十二亿乘十万 三百二十兆 我们怎么能知道 它是假的 那如果一秒钟 我们弹五次的话 那一秒钟 多少个信念 一千六百兆 电影荧幕上 一秒钟才二十四次 二十四个是 灭念头 那我们现实环境说 一秒钟有 一千六百兆 谁能看见 佛在镜上是八地菩萨 八地菩萨 他那个心 那种定功 这样威仙的念头 一秒钟 一千八百 一千六百兆 他能看出来 他能看到 八地以上 那是九地菩萨 十地 等救菩萨 妙救 这五个未知的人 他们看得清清楚楚 这就是 把宇宙 圆起的根源 看到了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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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闭 养